忽然很崩潰的事就是 我们把英镑和港币的价钱拌得太乱了 108磅 即是千多元 忽然很崩潰的事就是 可能我们乘了12个钟机 有点温温顿顿 然后又很累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把英镑和港币的价钱拌得太乱了 然后我刚刚再重新 再这样看价钱 发觉原来是 108磅 即是千多元 我们第一天就 车费所以五百多元港币 我们以后不要再讲港币 我们讲英镑 很轻薄 想想原来很风干 哇 真的 我们是选了贵少少的 可能我们还在三楼 都是百多元港币 去旅行总要犯这些错误 学习过才吃醬 不准再走一次 我们终于到达我们的酒店了 然后因为未可以check in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 出去吃早餐 然后我们是已经订好了 然后呢 现在的气温是16度 因为我们出发之前 一直在想 不知道戴什么衣服 在韩国可以穿到的春夏 臭衣服都戴了 我觉得现在的天气是臭天 我不明白为什么 那些人可以穿短袖 背心的出街 我觉得其实是冷的 所以我现在要戴镜巾 所以我们吃完早餐之后 我们会去OLED 上层巴士初体验 在高梯上去 对 但是在其他地方搭的东西不同 就是这里了 我们吃早餐的地方 这个是红菜头朱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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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J 这个是早餐 这个 挺有趣的 因为里面 就搅碎了红中海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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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变了朱古力没有那么柔 清新的朱古力 第一次会觉得朱古力清新 我们要把它这样切开 哇 笑 吃Balance 就为这一下 擠它出来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正常 正常 很好吃 好了 因为我超白痴的关系 我没有戴memory card 我相机没有memory card 所以现在要去这里 上IG 我有个贵人 所以他们问这个他们到身深 但是在走擠起来的和工作人員会借 那好吧 究竟在哪裡呢 我們9月4分3月台究竟在哪裡呢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站了 火車就在這裡了 在對面 有沒有人在 到了 有很多人 立刻想放棄 很多人 我們放棄排隊了 其實因為這些地方都有 我不想特地排隊 我覺得我們可以進去這個 哈利波特店裡看狗 然後這個可以跳進去 我們買些紀念品走就行了 但好可愛 你看他這個樣子 好過癮啊 裡面有沒有一隻青蛙跳出來 是不是什麼鼻屎味 對 好可愛 它是什麼原理會飛來飛 你一定不會冷 你買這個鏡子 好忙啊 是不是沒有啊 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結果呢 我一樣東西都沒有買到 一進去的時候 是很衝動的 但是 後來這個 冷靜過後呢 因為其實我本人又不是真的 我哈利波特的粉絲 只不過是我又看他們的戲 所以最後我也是沒有買的 我朋友也是沒有買的 全部都是買禮物給朋友 然後我們呢 坐地鐵的時候 然後是完全收不到的 英國的地鐵呢 一進去好像進了結界 那所以大家呢 如果有東西搜尋 要在地面搜尋 搜尋搜尋 很悶啊 我覺得英國等地點 所以他們是會看報紙 看書 天氣很漂亮 然後這個就好像是Outlet了 然後我們要這樣下去 其實我們最主要去Outlet的目的是 埋衫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裡的天氣會是怎樣 法國是像韓國冬天變春天的感覺 就是有太陽的時候熱得不得了 現在其實我熱得出汗 但沒有太陽的時候 剛才呢 我又很冷覺得我穿不到衣服 其實現在是不知道應該買什麼衣服 我們很困惑啊 我現在就是一個秋天的打扮 但是呢 其他人是會有短袖 或者背心 這條街裡面是有四季人出現的 要走十分鐘才到 剛才以為一出就到了 實在太熟了 我是這裡 這是這樣的 這個Outlet實在太小 不用一個小時就可以走完 然後我們很辛苦才買到一點點東西 這些款式是比起平常看Outlet的款式更加Outlet 吃到四季 我硬要用韓式發音 看起來那個醬會不夠 韓國的感覺很油 韓國那些是比較油一點 膩一點 還有軟一點 現在就是晚上十點了 下午很快就是Outlet 然後我就回來了 然後就睡著了 睡到現在 本來想要出去吃飯 但是明天應該很醉身 所以就算了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酒店房 非常小 超不像酒店 給大家看一下 連這行李也要我們這樣 隔 其實本來這張床 不是貼上的 是兩張的中間 有一張桌 有一張桌 放在這裡 現在我們這張床要這樣拍 然後才騰出空位放行李 對了 這就是我們在英國的等晚了 對了 現在要睡了 好 看再見 好多夾啊 那太是非常害怕夾 然後她說她有這個童年的陰影 那我呢 沒有 但我比較怕穿屎會滴我們的頭上 今天是我們倫敦的第二天 然後我們今天全日要去市集大 今天就下雨了 倫敦的氣溫 我們都一致同意跟韓國很相似 如果你說氣溫的數字來看 我覺得英國的11度跟韓國11度 那個衣著是差不多的 我們出發之前大家都說 短袖加外套就可以 是完全不行的 如果是短袖加外套的話 我們冷死了 幸好我們自己省了 帶一些厚小小的外套過來 然後我們都覺得呢 英國呢 雖然滑濕滑濕 但是都是乾的 跟韓國的乾度都是相似的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是 走市集和走市集 晨了到來就走 因為呢 好早就會關門 然後因為下雨的關係呢 我又沒有帶傘 所以我決定 臨時買帽 然後買了這頂啊 這樣就不用擔傘 哇 哇 這邊全部都是衣服 它不讓你進啊 這裡有很多 Vintage衣服啊 這裡的牆 很Harry Potter 然後看到這些Vintage風很漂亮 然後呢 選了很久之下 我已經決定了 要買一個新嘗試 其實我是沒有穿那些Vintage風的 但我覺得要挑戰一下 這件不漂亮 我自己喜歡這件不漂亮 我自己喜歡這件不漂亮 搭 真的很好搭 其實挺漂亮的 我覺得 如果是15的話我買吧 18呢 17呢 17呢 叫它便宜一點 好可愛 那他呢 是點了這個 Fish and Chips 超大份啊 這一個人肯定吃不完 但我覺得薯太兒戲了 我怕又再反發 所以我就不會吃這麼多東西 好這樣呢 我們點了Burger 點了這一間 Honest Burger 說很好吃的 現在可以去另外買 那我的Burger是怎樣的呢 哇 好大豆 你不要要的薯條啊 對 因為我轉了沙羅 然後是免費轉的 真的不錯 哇 哇 它的芝士已經覆蓋著我的牛肉了 超好吃的 這個Burger Let's go 看來很開心 看來很開心 我們正在開第二個市集啦 對呀 我們去這個市集是露天的 是要打噴傘的 好傻氣 比較擔心明天 因為明天我們要拍照 對呀 或者是觀光景點 我們去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太開心了 現在看不看陽光 我想說 其實剛才我們來到第二個市集的時候 一路來雨 然後心情其實很煩躁 然後我就為這樣 燃了一個袋 然後我剛剛買了八傘 然後我一打滑傘之後 它就停雨了 雖然我沒有機會用八傘 但我覺得是一個好事來的 因為我們現在心情很紅 YAY 因為我可以拍照啦 好像很特別這樣 這間店 我覺得它濃到有點像朱古力醬 對呀 你那個已經很誇張 變了 變了朱古力醬 不是朱古力 加上桶有點像金沙的感覺 很好吃 其實我應該要加朱古力醬 你和我玩耳朱製作 我以為我玩 因為現在很急 然後看到原來也有免費廁所 但剛才看到那間是極度噁心 好像人們吐完 有人在用 等一等 這裡的最終是20分鐘 可能20分鐘之後 都會不會自動打開 沒有人出來 然後它說是 叫我按鈕 這麼害怕的 為什麼 我覺得倫敦的天氣 就是千變萬化 剛才是落豆市 現在是陽光普照 看到陽光這樣打下來 有天 南天白雲 其中我們的行程 是要尋找電影拍攝的場景 然後就是這道門 八星期月的主角 住的那間屋的那道門 專業的攝影師 還有 要拍電影場景的 我們在倫屋的第三天 現在是第二天的 十九點四十二分 天庸是好過 好過 然後我們 為什麼突然間會轉回 因為今早真的很冷 又經歷過一場風雨 因為我們本身的行程 就是會去很多景點拍照 但是又怕下雨 今天其實還有少許時間 因為反正日照時間 又是很長 差不多九點多才下山 所以我們就打算 不如我們換衣服去拍照 反正有時間 好 我們搭搭一下中途 然後下車 因為巴士司機應該已經收工了吧 所以就把全部的乘客趕進去 然後我們就要等... 十分鐘 然後才有下班 忽然間覺得時間很緊密 因為九點半天黑的話 其實也不是太多時間 究竟這個是不是地鐵的道路呢 我不敢下去 原來的站在這裡 我們以為那些不輕眼進去 怎麼知道這麼漂亮 我那天小時候是首爾站 好生氣喔 我們過完橋橋之後 就變成這樣 下雨了 來不到這個下雨的命運 然後大運鐘又是在搭牌 其實是拍不到的 是不漂亮的 結果呢 我們找到的位置呢 是... 我們現在有壓遮頭 但是都可以拍到它 哈哈哈 人們就是坐在這東西 然後拍它 要拍到了 我們成功了 放晴了 好 收工 吃飯 拍完照後我們就很隨便進一間餐廳吃pasta 因為我們很喜歡吃忌廉菠菜 雖然這裡沒有 但類似的東西就是pasta 所以我們就不來 哇 我點的三文魚菠菜是pasta 裡面的小姐是點risotto 很棒啊 我期待了一天的菠菜 還有想吃很久的三文魚 不過挺鹹的 然後 Compute 你以為少生搞的一種 你喜歡看來看來看來看啊 小姐的陽光 那你知道嗎 噓,阿咪,阿咪 你應該看來看去我 把我就是在家裏 有什麼